嗨,晚上好,睡觉前让我来update一下澳洲的疫情 来了来了来了 因为breaking news 今天我们这个小镇第一例confirm 这个叹气不是松一口气 是终于来了 不知道明天早上起来之后 这个小镇每一个人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还是继续原有的生活 没有人戴口罩呢 还是都开始警惕起来 当然我们早就警惕起来了 只是说没有在我们这个楼口这里发生第一例 但是今天这个新闻一开 其实大家心里头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而且这个病发的病例的这个超市的工作人员 离我们这里的迪肯大学的校园也不太远 所以我相信可能很多回来或者没有回国的这些小朋友们 有在那个超市去shopping 我估计也许下一个confirm的就该是在校园里了 因为悉尼已经有校园confirm的例子 所以学校关闭了 今天我也看到新闻说 好像美国的哈佛大学也必愿了 就是暂时关闭校园 好吧 那么我先说今天的例子 今天呢 截至我现在拍视频为止 整个澳洲是128例 在纽萨沃 新南威尔士州有65例 我们所在的维多利亚省有22例 昆士兰有20例 南澳有9例 西澳有9例 塔斯马尼亚州有3例 原来北领地是有一例的 但是现在今天的显示是0 那有可能就是治愈了 出院了 恭喜 还有坎培拉是0 坎培拉他单出来就像直辖市一样 所以今天128 我不知道有没有算 今天我们这个镇的这一例 也许算了 也许也没算 不过128 129也没有什么区别 从数字上来看呢 还不是太多 但是这个气氛已经到了 真的是arrived 来了来了来了 那么好 那么不知道 其实每个人可能有些是 慌得一个臂儿吧 我觉得我还好 但是最坏的事情该发生 也还是会发生的 今年每一个人 不管是我自己也好 或者是我去劝别人也好 今年最主要的是活着 好死不如赖活着嘛 对吗 虽然说可能今年的生活质量啊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 人活着是来做功课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本功课要做 你要怎么写它 你要怎么去应付这个考题 怎么回答你的试卷 这是你毕生都在做的事情 所以面对疫情的话 不管是好结果坏结果 既然来了 既来之则安之吧 很多东西不是在我们的选择手里的 我们只是凡人 没有这个power 大自然是要敬畏的 灾难来临了 除了敬畏 恐惧其实帮不上忙 另外我也深深的觉得 网络虽然现在很发达 可是真正有养分的 有营养的 抖音博主有多少呢 不是说一定要每天喝鸡汤 但是真正能够引领大家心灵的 或者是让大家作为人 如何去定这个价值 如何去发挥你的价值 如何才能够做一个比较有用的人 对社会有用 哪怕你没有这个本事 对社会有用 至少不给社会制造麻烦 还有就是能不能物质化的东西 更少一点 经济利益 经济上面的钱钱钱 或者是物质上面的油油油 能够减少一点 多一点精神上的生活 多一点人与人之间的真情 希望这次疫情 也会是改变这一切的 一个契机 我觉得会的 也希望每一个人 能够冷静对待疫情 能够保护好自己 也只能是期望最好的 但是做最坏的打算 好了 那今天先说这么多 我们明天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